大家好 今天是1月30日 星期二 期止結算日 逢星期二 我都會有一個嚴正聲明 說很多人是冒充 其實不只冒充我 冒充很多人 騙人家去做假投資 或者去騙他們的錢 其實這個 大家如果是這個頻道的觀眾 你就知道我這個嚴正聲明 出了起碼一年 幾兩年了 為什麼會沒有 繼續要自己出呢 原因就是 早期的時候我曾經去過是投訴過 亦都去報了案 亦都去證監做過 後來證監亦都找了我 黃師傅 郭大俠 郭Sir 和沈師傅 四個人是拍了影片 說為何去防範這些事情 但是一直以來都解決不了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事情出現又出 今天出這個 明天出那個 後來出那個 今天出那個 那個出那個 那其實這些 作為做那個平台的人 只要你肯將這些東西輸入去 一個是控制 電話都已經有了 拒絕一些垃圾來電嘛 你已經完全是可以將它刪除了 即是他們玩東西 玩到什麼呢 好像以為是郭獅子那樣 他們竟然玩到 即是說 將凡是郭獅子自己的那些東西 都和他刪除了 即假的 他們當作是刪除了 真的 他們都和你刪除了 其實這個是玩東西 真假你不懂得分嗎 其實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為廣告而已嘛 為廣告 到最近的時鐘 你找到了上星期 所有電視都說 特首又被冒刑 什麼又被冒刑 為什麼他們可以刪除呢 因為他們是特首嘛 所以他們一去到 那些事情就要做 所以其實是應該要成立一個 在23條裡面成立一個 假消息八方 一出這些東西 你不去查呢 或有人申報告訴你 它是假的 連當事人都告訴你 你是假的 你都不將它下架呢 應該做什麼呢 很簡單而已 很簡單 就罰一百萬 不要給當事人 去做公益金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不要說 到時說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這些人串過來 陷害我 那邊給公益金就好 窮夫大眾得益 所以在這方面 真正在這些電子上的項目 要立法 立法之後 立法之後 一定要怎麼做呢 一定要罰款 嚴懲 佛州款項 我覺得是應該做善事的 捐公益金 如果你說找到 每次做這件事 人家投訴過之後 說我石鏡泉出來投訴 喂 這個是假的 那你都不可以下架 我當然給你一定時間 是不是 我不會叫你 立刻三秒鐘才下架 你說需要公益給我多少時間 你就給了 是不是啊 一給了公益的時間之後 你不下架的話 很簡單 就罰款一百萬 又不多 是吧 一百萬而已 對於這樣的平台 Google 或者其他Facebook 這些平台 是什麼錢來的 不過 如果每天都有人罰到一百萬的話 十分之好 香港的供應金就會有很大進漲 好了 講完這些 今天就算是跌了 沒有發展 因為今天是期指結算 必跌 好 接著有什麼行業領長呢 只有一個是電信服務業 由四排到一 那麽其他那些 這些都很小的東西 那麽多呢 是因為九龍子業八營起 它拉起了 就這樣做了 那麽其他人的 所以再一樣 最新的 都是中國聯通啊等等 那麽整的東西 都是有增長 那麽做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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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豪指鼓來的 再其次建築方面很多都是豪指鼓 這方面的天然及石油氣 大那些石油氣就沒有 小那些豪指的最大隻是中習安稅 都是升級0.6% 我們先看期子 期子 今天在這裏都是有所下跌的 希望明天可以回期保利家通道 中族或中族在這星期之內 回期保利家通道中族之上 就可以解決了這些危機 那麼我們再跟著看看 就是今天可以看什麼呢 留意著中國中鐵